像这一体特别注意就是 这也是一样 这边一定要有一条线 另外这条线的角度呢 他有43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以那个零度来看的话 绕过来是一样他应该是几度呢 应该是360减掉43 317 对 那或者是从这边绕过来的话 他应该是几度 这是正 不是不是不是 应该是 应该是270减掉 100 270减掉43 等于 等于 应该到这边是270 227 227 那如果 这个方式是正方向 对 那负方向的话应该多少 90加上 133 133 对 所以这边的话 两边都可以 从这边绕或从这边绕都可以 那 画的方式我想很多了 我刚刚是用极坐标 或者我们再练习一下 一般如果说旋转的话 通常会这样的 我先画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 那这一条线 画成垂直的 那我要把它转过去 转这个方向 43的话 那如果是这个方向 就是因为是负方向 所以你要用负 让它旋转 负43 它就会在这里 然后再利用这个地方 切切什么 半 然后切切切 切切切就出来了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 极坐标跟旋转 其实 当然就看看自己了 因为极坐标 有的时候很简单 但是偶尔你还是要练习一下旋转 否则的话 我怕到时候你那个旋转指令不熟悉 也麻烦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方向 我们就给它拉一条线 长一点没关系 再来这一个方向的话 假如说你用极坐标的话 我们刚刚有讲过 极坐标你可以 设定一下 我们要的角度 那我们角度 那个正方向是多少 200 227 你就227安确定 确定之后呢 他如果227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用极坐标画一条线